印尼北蘇門達蠟省印尼男子在家工作時 突然有一塊估計有45億年歷史的罕見隕石 從天而降 砸破了他家的屋頂 這形同西式珍寶的隕石 讓他一夕致富 可以提早退休 這塊足球般大小重2.2公斤的隕石 在今年8月初砸破了胡塔加隆家的屋頂 並將花園裡的泥地撞出一個15公分深的洞 當時胡塔加隆感覺整床房屋發生震動 好像大樹倒下一般 由於隕石實在太燙無法直接撿起來 所以他沒用鋤頭把它挖出來 帶進屋裡 隕石從天而降的消息立即引來了收藏家的關注 隕石專家最後以140萬英镑 相當於新台幣5470萬元的價格將他買下 專家指出 這塊有45億年歷史的CM型探植球粒隕隕石 極為罕見 胡塔加隆以製作棺木維生 這顆從天而降的隕石讓他一夕致富 他說他會把賣隕石的部分所得捐出來 為地方興建教堂